另外我们看到它这一件青山的造型屏的这个作品 我们看到它用大量的蓝绿色调跟黑色调去做融合 我们看到这件作品其实它有很大的变化性 来我们先看这个部分 它在这个你看它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远镜 它利用这样的流动技法 它可以要裂开就裂开 不裂开就不裂开 比如这个我们做不到的 比如说它这边它就不想要 它希望它让它有远山朦胧的氛围 它不要让那个裂纹裂开 它控制好了 然后它这边呢第二层 它希望它微微的裂开 因为这样会有前后感 那个对比性会比较强 可以把空间拉开 它也把它控制得很好 那这边它放了一个凉亭 它很喜欢画面有个可以欣赏风景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到它在这个地方的这一个 三十的这一种纹理呢 它也跟之前做了更大的变化 我们发现它会有 它的流动方向开始改变 它不是单一性方向 它有很多多重交错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它画面的裂痕 你看这里的裂痕是很细腻的 然后这个这边的裂痕 却又是很粗犷的 我们就看到它对画面的一种经营跟结构 然后这边呢 它又让这个画面的流动 有一点这样的横向方向 那这样它这样的做法呢 就让画面充满了变化 然后这里它做烟雾明龙的 这一个烟雾的部分 瀑布 所以它画面 再看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一绝 因为它除了裂痕的流动性以外 它用了一种拓映的方法 让它的画面性 你看这边有斑波的感觉 那这样子它的画面当中 我们这样转一圈看下来 你看到好多岩石基里的变化 还有山景的变化 就非常的引人入胜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